灵瑶和施灵云等人 都有些不忍心看到这一幕 大家都明白 这个女孩对于海神来说 有着无可取代的意义 倘若徐阳大佬这一件 真的狠狠劈了下去 就意味着海神这一世情缘 就此走向终结 然而 让大家干着急的是 这海神仍旧无动于衷 我说 你这老东西怎么这么固执啊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人 被自己的弟子一箭斩杀而毫无作为吗 是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 我说你这老海神还真是不解风情 灵瑶也就着龙昆的节奏 在一旁跟着山峰点火 然而海神一双目光 自始至终一直盯着冰霜女巫 可她就是没有半点动作 下一个瞬间 那光耀整个战场的璀璨渐芒 终于还是砸在了冰霜女巫的头顶之上 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毁灭性波动 冰霜女巫似乎并没有继续挣扎 她只是面带微笑 用那灰白色的一双瞳孔 平静地看着海神 这个自己的师尊 自己一生最爱的男人 仿佛是在用这样一种 悄无声息的方式 与自己的挚爱作别 剑芒的威力完全爆发 不可能有任何的悬念发生 当战场当中的一切喧嚣 重归于沉寂 那冰霜女巫 已经同徐扬的这绝杀一箭 一起消失成了虚无 海神落下了一滴泪水 就这样缓缓跪在了地上 如同一下子苍老了万年 冰儿 是我对不起你 龙坤无奈地摇了摇头 全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就这样看着身边的海神 真的不想说什么 你这个老东西 简直就是鱼木脑袋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冰霜女巫 心里还是爱着你的 他仅仅是想要你跟他服个软 难道这么难吗 你哪怕欺骗他一下也好啊 就算在你的心中 整个冰川国度的未来 要比他的分量更重 那又如何呢 一个善意的谎言对你来说 就这么难吗 海神就这样跪在地上 默默地流泪 什么也说不出口 然而很快 他的灵魂却是开始 不由自主地燃烧了起来 我靠 你这又是要玩什么花样 当看到他的灵魂 开始燃烧的时候 徐扬等人彻底被惊呆 是我对不起冰儿 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逢 总算是给了我一个 弥补他的机会 徐扬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 要替我夺回法典 阻止大地之神的阴谋 并且将我的海神之力 发扬光大 这就是你未来的责任 也是你欠我的唯一一件事 当我的灵魂寂灭之后 请将我和冰儿的遗骸 放映在同一口冰棺之中 我将永生永世地陪伴着他 灵魂之火 越发肆意地燃烧了起来 海神要自我终结 便是强如徐扬这等实力 也没有阻止的可能 而他真正的神级灵魂燃烧的同时 释放出来的能量 又是何等的惊人 不管怎样 海神完成了自我救赎 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也用自己最独特的方式 表达了对冰霜女巫 最炙热的爱 徐扬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地看着 正在进行自我燃烧的海神 那我想问问你 如果你和冰霜女巫 还有来世的话 你是否愿意放弃一切 陪着她一起 共赏这一世春花秋月 如果有来世 就算整个世界 走向毁灭的尽头 我也绝不会再离开她半步 那好 我记住你的话了 徐扬话音一落 突然大手一挥 将身边一座冰霜雕像挪向半空 紧跟着下一个瞬间 这雕像突然向下方猛猛砸去 不偏不倚的轰在了海神 这道燃烧的灵魂体表面 整个过程持续了足足两个时辰 海神的灵魂体已经完全燃烧 只不过她的灵魂本源并没有就此消散 而是被徐扬的这种冰封的方式 封印在了这个冰之雕像体内 紧跟着 徐扬再一次施展秀里乾坤神通 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 那原本已经应该同徐扬的力量灰飞湮灭的冰霜女巫 冰蓝色的灵魂体竟然再一次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我的天 发生了什么 她居然没死 龙昆被惊得眼珠子差点都飞出来 殊不知他们之所以还能够看到面前的冰霜女巫再次出现 正是因为徐扬在释放出那一箭之前 同冰霜女巫进行了灵魂交流 为了满足冰霜女巫的夙愿 印证徐扬对这一场旷世绝恋的见证 女巫答应配合徐扬 演出这一场戏码 也印证自己十几万年来痴心的等待到底值不值得 而事实证明 海神的心中还是将冰霜女巫当做自己一生的挚爱 她这十几万年的苦等 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这场炸死正是徐扬借助秀礼乾坤神通 在释放出那一件狂暴威力的前一刻 瞬间将冰霜女巫的灵魂体 以秀礼乾坤的手段 暂时封印到了其他空间 女巫利用自己最后一道能量释放冰封结界 满足她短时间横跨虚空 而不会灵魂寂灭的需求 这样一来 由于徐扬借助神通 封印这道灵魂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因此冰霜女巫的灵魂即便跨越了虚空 也仍旧能够得以保存 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来观望海神的真心 值得庆幸的是 海神终于在冰霜女巫陨落之后 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也没有让这段感情留下任何遗憾 至于海神自我毁灭的这一方式 也在冰霜女巫的指点下 徐扬施法成功 为海神保留了重新复活的希望 谢谢你 徐扬 海神能拥有你这样一个传承者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不 对于他来说 你才是他这一生最值得幸运的人 这一次你们终于能够坦诚相见 法典的事我已经答应过海神了 只要日后能让他重新复活 你和他之间就可以在一起前缘了 幻音一落 徐扬大手一挥 将那封印着海神灵魂本源的冰冠 交到了女巫手中 剩下的事我已无能为力 只能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倘若你的那个方法真的有效 那么不输百年之内 你和他就能够永远在一起了 冰霜女巫对着徐扬 毕恭毕敬地施了一礼 来感谢这个成全了自己 十几万年痴心等待的男人 我们下温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